白雪仙曾站在台上豎起手指 說了七個字 病猛心肝 塞肺眼 然後呢 台下就有人歡呼拍掌 如果不知道 只是聽聲 以為他在做什麼頓督笑 或者在開嘉年華會 大明星的粉絲就說 白雪仙在罵生姜 生姜不聽話 該罵 其實做徒弟的 都幾十歲 還要聽話 生生的父母 親生爸爸媽媽 都不可以這樣要求子女 何況只不過是師父 如果飲嬰姐再生 都不會想生姜 師父叫他走就走 師父叫他站就站 那就是沒那麼霸道 而且 不聽話反而好過聽話 為什麼 我們逐個字看看 白雪仙說的什麼 病猛心肝塞肺眼 病 病 哪個病啊 大明星做某件停經夢的時候 咳足十幾場 那是不是病啊 然後他又坐骨神經痛 演不到紙猜記 是不是病啊 阿花蛋 救病復發 住了三個月醫院 是不是病啊 好了 猛 大明星將 孤主奉根作藥材 唱了 孤主奉君作藥材 將這一句呢 變成了做什麼啊 懷山幾指是冬菇燜雞 那是不是懵啊 阿舊花蛋 做某單停的時候 將送玉英年薄命花 唱了 瘦玉英年薄命瓜 是不是懵了啊 又生病又懵了啊 這樣的曲詞都記不住 是不是沒有心肝啊 病 懵 心肝 塞肺眼啊 什麼會塞肺眼啊 痰啊 根據中醫理論 所謂痰濕 痰濕 什麼最濕啊 甜的東西是很濕的 濕重呢 就會多痰 痰多呢 就會黏在肺眼上 如果太多 就會塞住 痰多得是怎樣 咳足十幾天都不斷尾 大明星做某單停經夢的時候 有一天的遊園經夢 觀眾以為他忍不住笑 其實他忍不住咳就真 所以病猛心肝塞肺眼這幾個字 是誰承受了 大家心知肚明 師傅說什麼都做齊 有兩個人真的聽話 不過這樣聽話 似乎沒有好下場 幸好生姐不聽話 雖然 他做任藝生輝念龍情的時候 都有點病病 不過很快好返 他明知白雪仙不喜歡 所以他拍第二個花彈 但做完任藝生輝念龍情 白雪仙不去看 他還要做紙差記 某單停 之前《蝶影紅尼記》《帝女法》 做多幾套完整的劇 幸好他不聽話 如果他聽話 我們沒什麼看 所以 不聽話的生姐 萬歲萬歲萬萬歲 希望他繼續不聽話